我是黄毅清 今天大年初二回娘家的日子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 好马上带你来看的第一个消息 年初二马总统也回娘家了 他按照往历史到苗栗马家庄来祭祖 而且还特地准备了总统红包要发给民众 很多民众是一早就来排队了 不过在当中是有环保团体 也趁着这个机会跟总统来近距离接触的 这个陈情事件 当面跟陈情希望来庭建国光石化 而虽然发现了这一段插曲 但是总统今天心情是没有受到影响 看到这么多乡亲还是当场呼吁大家增产包裹 亲自用客家话念 既闻到通宵马家庄祭祖 马总统好像回到了老家一样 不到和长辈有说有笑 2008年上任之后 还多了一个活动发红包 非常非常的辛苦啊 是的 连续三年他都是排在第一位啊 五天前就来排队 等着领总统红包的 不只有死忠粉丝 还有环保团体 谢谢 要走路走错拿红包 不要照相了 谢谢 好 好 要走路走错拿红包 还有点贴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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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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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衬着领红包的机会 向总统陈琴 亭建国光石化 救救白海豚 虽然遇上民众抗议的插曲 但马总统依旧连带微笑继续发红包 不过一个半小时下来只发出两千个 其中还有很多民众一领再领 排了好几轮 今年好像人比较少 不会 不会 比去年多很多 比去年多很多 我记得 我看好像比去年还多一点 多了 多了 不管人多人少 总统认为心意最重要 但眼看台湾的生育率越来越低 人真的越来越少了 马总统趁机来催生 现在不婚跟晚婚啊 才是生育率减少最重要的原因 好 所以在座 还没有结婚呢 卡金啦 新年新希望 马总统不只许愿要拼经济 还鼓励民众增产报国 祝你好运 中文新闻 余若韦 李明灯 李明桥 N小组 苗栗报导